我叫板家小微一名幸存者 周四的时候啊 这没钱之后的更新它又来了 但是因为这两天呢 我一直在忙其他的事情啊 所以就没有来得及出视频 说实话 本来我以为这次的更新 没啥东西可讲的 可谁知道 我上线看完更新内容之后啊 那是直接把我嘴都给削歪了 你敢信啊 来来来啊 啥也不说了 你们先看看新出的这套时装吧 怎么样 是不是看起来很眼熟 是不是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真的 话说老娘 我刚看到这套恐龙时装的时候 还以为自己进错游戏走错偏场了 那你说气不气 你妹的 这不就是某吃鸡游戏里的那套时装吗 而且重点是 不能说是很像吧 那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啊 有没有 基本上是一刀没动 就给拿过来了呀 你敢信啊 话说 你们真当老娘 我没玩过那款游戏是吧 你们要知道 我最早是做什么视频起家的 好吧 当然了 这还不算完 接下来的这个改动 更是离谱啊 没错 那就是这个 载具的第一人称视角了 说实话 这个改动呢 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 为了让歪戴有不同的驾驶体验 做做优化 也是可以的 毕竟我们有时候翻车 或卡住之后 还要重新召唤载具 现在只需要重置一下载具 就能继续开 确实方便了很多 对吧 哦 但是问题来了 话说要是把恐龙时装和这个第一人称视角结合在一起看的话 你们会联想到什么 你骗 你细骗 是不是想到了某额的某鸡游戏 那这样来看的话 难不成现在的策划和美工 换人啦 当然啦 这也只是我的一个小猜测而已 毕竟这么多的课心活动还摆在这里 小陈应该还是在的 好了好了 不闹了 咱们接着讲啊 说实话 这次的更新呢 有一个改动 我个人那是相当喜欢呀 没错 就是这个背包整合的功能啦 当然啦 我喜欢它的原因呢 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便捷 而是因为它可以帮我解决一个困扰了我很久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卡电力盾和卡无双 话说 你们是不知道 之前为了卡这两玩意儿啊 我配置栏里那是清一色的弹药箱啊 想换把武器就必须打开背包手动 甭提有多麻烦了 可现在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咱们只需要将想要配置的武器全部上锁 然后打开背包整合 把这些武器扔进负重无人机的背包里 再然后打开配置栏 把这些武器全部换上去 就永远不会再有卡电力盾和卡无双的烦恼了 舒服 实在是太舒服了呀 感谢发明这个卡法的高智商玩家呀 真的是太实用了 不过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啊 再把武器放进无人机背包之前 记得千万要先上锁 否则的话 你换个场景 电力可无双就会卡掉的 最后由衷的祈祷 不要修复这个机制 千万不要修复 不然的话老年我跟小春你没完我 好了 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